你好,我是杰逸,欢迎来到进步档案 杭州保姆纵火案 这个案件在2017年掀起了舆论海啸 至今仍未平息 这看似盖棺定论的案件 四年后居然惊天反转 痴情丈夫身泪俱下的样子 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 王七忌日 他们又为什么在宁元州诡异微笑 杭州寺院的八角警州 又是为了镇压什么样的东西呢 纵火案背后是否隐藏了什么阴谋 今天我们要说的 就是轰动一时的宁申兵杭州纵火案 2017年11月28日浙江杭州 一起看似普通的纵火案 似乎落下了帷幕 凶犯被捕 还没遇害的母子四人终于得以下葬 受害者是朱小珍和他的儿女三人 葬礼当天来了很多人 丈夫您身边面向人群 大声让人们记住自己的微博名字 老婆孩子在天堂 并让大家置顶转发 此时他对着长天 深情款款的大声说道 老婆孩子你们听到了吗 你们上天堂了 就在这句话说完时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突然一阵怪风 朱小珍的衣相当着所有人的面 突然掉了下了摔在了地上 这样的异变 难道是朱小珍在天有灵 并不像看到眼前丈夫的所作所为 所以才发出了反抗吗 这其中难道另有冤屈 此刻人群中 一名戴着口罩的女子 看向您身边 她背后一定也惊吓出一身冷汗 这样的惊吓 可能要三年后才能缓解 她今年22岁 叫人真真 三年后 5月22日 朱小珍的忌日当天 她发表了如下微博 你微微的笑 不同我说什么话 而我觉得 为了这一刻 我已经等了很久 微博显示定位地点是安闲宁园 而此时的她 已经成为刚刚那个身内俱相 大她十几岁的悲情丈夫 您生病的妻子 他们俩究竟为什么 要在宁园中微笑呢 她又为了什么 等了很久呢 也许这一切还要从那一场 烧毁一切证据的大火开始 2017年6月22日 凌晨5点 唐州绿城南色浅江小区 二董一单里 朱小珍和三个儿女 还沉浸在甜蜜的梦乡中 他们前几天 刚刚结束日本之旅 然而此时 阵阵烟雾透过门缝 传入了朱小珍的房间 被烟雾呛醒的她 立刻晃了身 赶忙叫醒熟睡中的孩子们 凌晨5点04分 50秒 她打了地统 火警电话 大火在屋内蔓延 随后朱小镇或者孩子们 又不但拨打其他电话 5点07分 拨打楼下电话 无人接听 5点08分 拨打隔壁电话 无人接听 5点11分 拨打120电话 在5点17分 6名消防员 携带灭火救援装备 进入了着火建筑 乘坐电梯 前往17楼 设置进攻起点 准备利用室内 消火栓 与水枪连接后 到18楼灭火 5点31分 凝聚挥波电话 给朱小镇 但此时已经无人接听 也许对方已经陷入昏迷 但如果此时及时送医 仍然有极大的生还可能 5点40分 消防员冲上18楼后 准备开启消防水闸灭火石 最让人血压上身的事情 发生了 消防帅居然还是坏的 根本没有水压 无奈 消防员只能立刻返回 消防车接水 为此耽误了不少时间 6点48分 大伙终于扑面 但一切已经太晚了 朱小镇的哥哥 朱庆锋心急如焚 立刻冲进去 看见了心酸的一幕 妹妹朱小镇 和孩子四人 躺在床上 已经没有了意识 他们脸上都是烟熏的痕迹 紧急送医后 上午10点45分 医院宣布 四名受害人 经抢救无效 全部离世 离世原因 都是一氧化碳中毒 得知这个消息后 朱庆锋痛不欲生 在中午12点 收到二号的凝生病 终于从广州赶回 原本幸福的家庭 因为一场火灾 走向了破碎的深渊 警方调查后 立刻逮捕了嫌疑人 也就是朱小镇家的保姆 莫幻金 深信爱偷窃 和赌博的莫幻金 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在案发前一晚 莫幻金拿着偷来的表 典当后的35000元赌博 一晚上输光 6月22日凌晨 他又想到 可以点火 再救火 邀功 于是点燃了客厅沙发 火势迅速蔓延 来不及做出反应的莫幻金 没有管困在房间内的朱小镇母子四人 独自乘坐保姆电梯 下了楼 2018年2月9日 保姆纵活案 一审宣判 莫幻金被判处死刑 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为了表达自己的思念 林生斌特意在微博 创建了一个叫 老婆孩子在天堂的账号 这个微博账号 记录了林生斌所做的一切 在这个账号里 他几乎每天都会表达思念 无论是家人的生日 重要纪念日 还是平凡的日子 他都会用文字和照片 传达爱意和祝福 这也不难理解 这个男人 原本是到杭州打工的 理发店学徒 机缘巧合下 认识了前来理发的朱小镇 而朱小镇和哥哥 一起做服装生意 在杭州打拼下了不小的产业 而林生斌 也借妻子家的事 转行做了服装生意 彻底改变了命运 感情至甚 可想而知 广大网友都被林生斌 深情一面吸引了 他们会在微博评论区中留言 希望林生斌 尽快走出来 2019年4月 在人们的支持下 林生斌终于获得了绿城物业 高达1.2亿的赔偿款 而就在一个月后 10月16日 林生斌开设网店 童真一生 售卖童装 林生斌说 童真一生 包含了他们一家人的名字 妻子生前就有这个计划 自己想完成妻子的遗愿 顺理成章 店铺开业后 人们纷纷支持她的创业 有很多买家 甚至提出付款后 不需要发货 直接让林爸爸 把这些钱捐给需要的人 淘宝官方也很支持 林生病的行为 短短几个月 店铺粉丝数 已经达到了121万 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2021年6月30日 深夜的一条微博 却让事态急转直下 6月30日深夜 林生斌发布了一条 自己再婚生子的消息 他希望能够再一次 得到广大网友的祝福 然而此时 网友的舆论却一边倒着批评 结婚生子需要时间 为什么在过去四年里 林生斌没有透露一点信息呢 也许林生斌一直以赖 对妻儿的思念 只是为了打造一个深情人设 以此赚取流量 做大生意 他并不是真的怀念妻儿 这一信谢 让网友对朱小正离世的真相 产生了怀疑 游戏新网友发现 火灾发生在6月22日 而6月18日 朱小正刚刚从日本旅游回来 前后不过四天 其实在杭州保姆纵火案前 日本就发生过一起 极其类似的纵火事件 2004年9月9日 黎明前 爱知县丰明市 酒挂厅的一所民居 发生了大火 凌晨4点25分 邻居拨打火警电话 5点33分 火被扑灭后 人们看到了火灾中的 遇难母子四人 然而就在9月8日 晚上8点 案发前一天 丈夫还给妻子 发送了一条消息 内容是 明天是小儿子的生日 借这个时间 大家一起外出吃饭 自己准备了蛋糕 而9月8日晚 丈夫也特意在公司加班 希望能早点完成工作 好给小儿子过生日 大家都很同情这位丈夫 警方起初认为 这只是一些偶然的火灾 但后来发现 房间内有没有的痕迹 另外法医检测发现 火灾中 老大和老二的离去 原因是顿气 打中头部 而长女和妻子 历代 是被刺伤后离去的 这显然是一起恶意纵火事件 罪犯伤人后 再点火 销毁了所有痕迹 与此同时 日本民众认为 当晚加班的丈夫 有重大嫌疑 这是为什么呢 人们发现 被谋害的母亲 历代 是个极其注重安全感的人 几年前遭遇袭击事件后 他就给家里 埋了一只狗 这只狗呢 看到陌生人 就会大叫 而在火灾当天 这只狗却挣脱象圈 去了别处 也没有邻居 听到狗叫声 当晚很有可能 是熟人作案 而遇害者历代 和丈夫的婚姻 其实早就出现了裂痕 火灾发生四年前 丈夫长期 以各种理由不回家 妻子历代 请了侦探后才知道 原来丈夫有了外孕 考虑到儿女将来和生活 妻子历代 没有深究这件事 对儿女事宜 毫不关心 长期不回家的丈夫 为什么会特意 在火灾前一天 给妻子发信息呢 由于案件发生时 周边没有摄像头 所以警方难以确定 犯罪嫌疑人 同时呢 受到众人怀疑的丈夫 也一直强调 自己与火灾案 并无联系 最终呢 2004年 明古屋火灾案 就成了一桩悬案 直到现在 那么日本明古屋这起火灾 和2017年杭州发生的纵火案 养者到底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首先 养起纵火案 离世的都是母子四人 第二呢 案发当天 两个丈夫都因为工作不在家 没有遇害 并且都因此被排除了嫌疑 另外 案发前一天 两名丈夫都发了 与平常习惯 不一致的消息 给妻子 林生斌在案发前 和妻子说 晚上想一起看星星吧 对此 朱小珍表示很疑惑 而朱小珍的父母透露 朱小珍在事发前一个月 和他们说 自己和林生斌的感情 出现了问题 林生斌在外 有了其他女友 当晚林生斌和朱小珍 通完电话后 手机就关了机 因此朱小珍 给他打了最后一通电话 没有接通 第三 明古屋火灾起火 是4点25分 杭州案发生时间 是4点55分 都是人睡得最熟的时候 养者案发时间 高度一致 第四 还记得明古屋火灾里 幸存的那只狗骂 案发当天 狗不知道被谁 锁在了车库里 无法第一时间 警示在家主人 而同样案发前 林生斌家的狗 也恰好被送到了别处 杨奇火灾相似点 远远不止这些 明古屋纵火暗中 纵火者用可燃物 堵住了家中的走囊和卧室门 让对方没有逃生的空间 自己则全身而退 而在杭州纵火暗中 勤看平面图 莫欢经在客厅点火 也是直接封死了入户门 给自己的保姆电梯 留下了逃生空间 种种对比 几乎如出一辙 案发前 刚去日本旅游的林生斌 肯定对日本做过多方了解 就在2022年 林生斌还迁居日本 买房置地 可见他对日本有相当的了解 杭州火灾的策划者 很有可能知道 日本这则查不到背后 主摸的火灾案件 并对其进行了魔法 那么林生斌 真有可能是策划者吗 2017年火灾发生后 某新闻南部对林生斌 进行了一次专访 记者选择了林生斌和朱小镇 在郊外的一处房产 作为临时采访点 节目播出后 网友注意到 镜头里一处黑板上的字迹 很怪异 从黑板上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数字 而它们都对应了什么呢 莫欢经纵火的时间 大概是4点30分 妻子报警时间是5点10分 而下方员到达时间 是5点20左右 黑板上的数字 和这次火灾的实际情况 如出一辙 采访时 记者问林生斌 是不是孩子们写的 林生斌回头看了一下 稍作迟疑说 是孩子们随手画的 但真的是这样吗 网友根据自己判断 这很有可能 就是林生斌写的 因为里面的数字8 和林生斌亲手写的 一模一样 林生斌的大儿子 是孩子中个子最高的 黑板上的数字 距离地面有一米七 只有他最有可能达到 而大儿子手写的8 与黑板上的字迹 完全不同 可惜当时记者采访工地不够 没有发现其破绽 如果这一切 都是林生斌的推演计划 他到底为什么 要谋害自己的妻儿呢 根据他之前的行为 网友推测 都是源于林生斌的野心 火贷发生前一个月 朱小正和父母说 林生斌借出去的钱 有很多都没有要回来 之前他们为了换房 就把手上的这套房转卖了 卖掉房子的钱 林生斌借给妹夫160万 借给哥哥100万 还借给老家一些人几百万 但此时 换房后 他们需要为新房还贷 为了要回这些钱 朱小正和林生斌 炒过好几次价 林生斌显然不想让朱小正 再干涉自己花钱 此外 还有一个叫任真真的人 也是林生斌需要这样做的原因 任真真是林生斌 淘宝店的模特 也是他后来的再婚妻子 2020年6月22日 朱小正母子四人 三周年忌日 当天认真地发了一条微博 他说 为了这个 自己已经等了很久了 定位是杭州安协宁员 而之后没几天 林生斌作为回应 也将老婆孩子在天堂的微博名 更改为了自己的名字 可见两人早就有了某些 说不清的联系 2021年 1月30日 林生斌承认 自己再婚生子的消息 更是将两人的真实关系 展现在大众面前 为他这种深情人设 蒙骗的网友 反过来看他过去的种种行为 不由的为之遗产 同志一生 是林生斌为了纪念妻儿 创立的淘宝服装店店铺名 而之前林生斌 以同样的名字 在杭州兜律 吉乐禅寺 捐赠了一个八角井 不同的是 井的名字少了三点水 由铜改为铜 按民间说法 林生斌是想让 命丧活海的妻子和孩子 没有水 镇住他们 而一字压在身字上 中断一线生计 拦住了往生之路 话说回来 最终和林生斌 走到一起的任真正 是否能笑到最后呢 他在自己账号里说 最近总是噩梦年年 以泪洗面 还说 希望林生斌的余生 都是他 之后在2021年7月31日 也就是林生斌 公布新环 就是自己的一个月后 任真正更改账号名为 烟雨离伤 还连发三个动态 而内容主要讲述的就是 林生斌 部中的行为 任真正说 当看到他用先生手机 发给我先生和他合影的那一刻 我整个人都谈了 脑袋一片空白 也就是说 那个参与合影的人 在任真正看来 就是林生斌的小四 此外呢 任真正在那则信息中 揭露自己 至少有两个孩子 在孩子们哭着找爸爸的时候 林生斌却以沉默来应对 在发布的消息中 任真正承认和林生斌有七年之涯 也就是说 两个人至少在一起七年了 但祝孝珍离世才四年 也就是说 在火灾发生前 林生斌已经和任真正在一起至少三年了 看这个男人对妻子的痴情 也不过是一场逢场作戏吧 而保姆默幻金曾表示 自己和林生斌有一腿 但是当时大家只是以为 这个保姆为了洗脱罪责 到处乱养 现在看来 可能也是未必没有的事 2017年火灾后 某南木专访林生斌时 他的脖子疑似被种草莓 当他在思念妻子的时候 其实和谁在一起呢 这一切也不得而止 面对往事 朱晓珍的哥哥感慨 妹妹曾经的直溜 可能真的不值得 他不顾一切地下嫁给当时 还是发囊学徒的林生斌 然而朱晓珍却没有得到 林该有的善待 当他得到了财富和地位后 又需要精神世界的风雨 当比他小十几岁 还是治理工高材生的任真正出现时 让初中还未毕业的林生斌 终于意识到 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说到底呢 不论是朱晓珍还是任真正 都不过是他自私所取的对象 而不是他的真爱 他不爱任何人 只爱他自己 所有人不过是他踩着往上爬的人 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我对你都想要什么 我的哪里 我对你和我后一把 我对你做的 有这个人都知道